大家好,我是老王 我现在早上8点钟刚过来 再看一看这个车 好多网友说取舟位置传感器 没转速什么的 我再打一下看看 接上电脑,多故障码 现在是没有故障码的 放一转速 气管压力 这些进气温度 油轨压力 这些都看一眼 系统电压 电压是肯定有点低的 这个电瓶没电了 先看这几个吧 我打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信号 有信号的 但是它那个表上面显示 表它那个指针表反应的慢 所以有信号的时候 它都显示不出来 到最后马达停了 可能电量上来之后 它就马上动一下 这个刚才的这个转速最高是140多 现在是那个电瓶电不足了 如果加上电瓶转的快的话 应该能到200多 所以这个转速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测了 它那个这个可以喷油 可以点火 这转速信号 这是还有那个进气那个信号 这是喷油点火的基准信号 没有这个的话 它是肯定不会有喷油有点火的 而且别的那个电器的故障 我现在也不考虑了 因为它要是有电路故障的话 它应该会爆故障码的 它就是取着位置传感器没信号 它也会爆故障码的 这是又加了一块电瓶 这块电瓶也没电了 还有一块电瓶在冲着电 今天只能是把这个正石拆开 看看一看了 因为它跳尺的话 它跳一个压缩应该是也有 但是它就是压缩没那么压力没那么大 而且它为什么跳尺呢 我感觉它这个机油啊 现在天这么冷 它这个机油特别稀 闻着 闻着里边好大的那个升汽油 就是没有燃烧的那种汽油的味 而且它这个车整天烧机油 它的机油从来就没有这么高过 你看现在都 那个 这是我没擦啊 重新擦一下的 我昨天看了超过那个最高点的都 应该是这个汽油泵漏油漏进去 机油吸了 机油那个机油压力小 可能是顶不住电条 跳一下尺 我今天把它我今天把这个边拆开看看 再研究一下 下边这个水管断了 昨天拆这一块的时候我把这个水管拿到这边来了 装的时候一看这开始漏水了 这个下面有个五通 这个油节小管断了 回头还得弄一个这个下面漏了防冻液了 我现在是拿一个螺丝 在里边堵住这个水管了 这是那个正式皮带断了的那个乐风 发动机装好了 还没打车呢 这车跑多少公里呢 我一看一眼 好多人问我这个车跑多少公里就断了 我一看一眼 有电吗 个十百千万十万 十五万 这个车是跑了十五万 十五万多点 十五万这车还挺多钱啊 乐风 捅一捅 这给它洗澡啊 这是个M4 长城M4 它进到那里边了 不会进去吗 会进到这里边就进车里边了 是吧 这是长城M4进水 这车也没有天窗 发动副驾驶这边还进水 堵住了 这个长城我现在推到架子上 开始拆这个正式壳 看这上面的泥 这得先给它清理清理 这管上面的泥 这上面的泥 都快蹭住这个传动轴了 半轴了 这泥光流了一个皮带的槽 我记得这个车上次去年什么时候也是 这个泥都顶住传动轴了 我好心给它把这个泥铲了之后 那个车就加速就开始发抖了 就是传送传动轴有问题了 它那泥包着还没事 把它泥弄了它 把它土弄了它 它传动轴一加又开始抖了 就好心办坏事 现在我就把我干活这铲一铲就算了 别的地方我也不给它弄了 弄完了因为没法说 看这后边都是泥包裹的 而且这是工地上那种泥 还特别硬 这个长城我在这拆了快一个小时了 光在这缠着泥巴了 看着地上的泥 光把这块缠了啥 拆了个轮 拆了个皮带 这种螺丝还都是内溜角的 每个里边都堵的满满的 都得抠出来才能拧呢 要不然就拧滑了 为什么不希望它是正时的问题 因为从我个人考 从我个人角度讲 我也不希望它是正时的问题 所以也一直没拆它 现在是没办法了 该查了都查了 只能先 只能拆开 检查检查这个正时了 该来的逃不掉 接着拆吧 这个H6我下午 今天下午一直在干保养 来了好几个保养 年底了 好多车要保养 所以没时间修它 我把这边拆的都差不多了 可以拆这个壳了 就拆了这一圈螺丝 这个壳就可以拿下来了 今天拆不下来了 马上天都快黑了 今天就不拆了 明天再拆吧 这边来了一个长城H6 跟这个车是一样的 他们一个单位的 这两个车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必要对比一下吗 数据流 我感觉没必要 我感觉没必要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疑难杂症 因为这边证实好多地方我还没检查呢 等彻底检查完了还是打不着 那就真成了疑难杂症了 我也相信肯定是能把它修好 这是时间的问题 一直也没有时间修它 明天再拆吧 拆了这个正式壳 看一看链条 就 不是说一目了然了吗 就是又 要是正式链条没事的话 就是又排除了一下 所以一步一步查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个车打不着的 虽然它这个车用的 用的也不节省 但是发动机一直都挺好 实一打就着的 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个长城这个2.0T的打不着的 但是我相信肯定能把它弄着的 只是时间问题 今天又快下班了 天快黑了